各位朋友大家好 镜头拍着的这里就是开平堂口的黄村 公路望进来这片村屋 又很新又很整齐 估计可能那些村民现在中午休息时间 这条路是很漂亮的 这些纳青路来的 中间有那些分隔线的 但是你一直走进去 这条是挖头路来的 这里就是黄村的正面 这一片稻田 估计都准备可以收割的 不过其他地方好像迟了一点 人家都割了 这里慢慢的镜头移过来 外面就有一条沈海高速 远远看到那条车水马龙的 就是沈海高速 用金漆黑字 黑着那些善长人中的方名 黄村水泥路捐款名单 如下 1995年 全部姓方的 黄村重建社绩 延武庙石锦当捐款人 名单如下 这里是黄村的村 这里就是黄村的村后面 它面对着公路那边 那些村屋就翻身改造得很漂亮 村后面 还有很多老宅 这棵龙眼树 村里的龙眼基本上没有人窄 但外面卖很贵 外面卖最便宜都要卖到7-8元一斤 前面有一座雕路 三层楼 继续天台四层 叫做春园 全部是钢板枪 钢杂 三楼的阳台 方柱拱卷 是用年朗式装修的 一看就知道那些 华僑起的雕路 天台那里 全部是用那种绿色榴梨 花瓶 围纜 旁边还有一座很漂亮的 后面那座叫做 不知什麽 竹日居 女儿场那里有五角星装饰 不知叫什麽竹日居 又是三四层高的雕路 连续三座 这些钢筋混凝土的雕路 后面看到的钢板就不见了 现在只剩下一些钢脂 在那里 那个墙里面有很多那些 洞 不知是否够时候流下来的那些 子弹洞 以前一般的土枪土炮 都供不均塌 这些钢筋混凝土的雕路 你看看 旁边这一座 四四方方 屋背后就没有什么装饰 最漂亮就是屋的前面和楼顶 前面就是那些方柱拱卷连浪式阳台 这是一座海来的 连续三四座 在唐口黄村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鱼塘 看水就应该 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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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黄村原来是 港合富裕创始人的老家 这条黄村也是方氏聚居的 百多年前有一对父子 在水口开了一间那些港合富裕店 由于它制作得太过好味 那时候很多的港澳同胞 那些华侨回来开屏 都顺便买这些回去 就是作为手信 所以港合富裕就出了名 不过经过五长时间 现在港合富裕 已经是属于一间大厂 各有企业 原来它创始人初初是一间私人企业 这对父子好像是 我记得个名字 好像叫方守国和方文痴 上网查一下就有它的资料 原来这里就是港合富裕创始人的向下 很漂亮 这些钢筋文明土的雕路 你看看这一座雕路的后面 那些窗眼多小的长方形 是一座雕路的 屋的两边前后飘了一个 雕堡出来的 好漂亮的 这些钢筋文明土雕路 那座平路 二楼那里的阳台那些 原来应该有些钢杂的 拆了之后 现在变成了一个大阳台 这间富顺楼 逆眼重建 是一个人领来的 2013年 唐口镇这里好像方氏是一个大姓 很多村都是姓方的 这一座四四方方的阳楼 平路 这些体类应该是 泥砖在外 长吞了一些水泥沙的 应该不是云荧土墙 这一座 你看那些青砖 好像是那种水磨青砖来的 不是一般粗糙的那种 有一些圆圈 和五角星 装饰的围栏 在山上和屋顶之间 还有一些花纹的图案 装饰 这个窗框是够了醒目的 第三巷巷后面有一座 瓊炉的雕炉 这座瓊雕炉 这座瓊雕炉 它的正门口 门尾上面 这条石雕的花纹 图案很漂亮 以前那些手工真是漂亮 你从它的屋帘看到的 它那个墙壁 全部是用那些石仔 泥沙 麻石碎 亢实 看起来这座瓊楼 瓊楼 瓊楼 好 好 好 pleasure 好 我来 点子 谢谢观看